薑黃黃薑粉 是目前最熱門的健康食物 起源於千多年前的印度 因為它特殊的顏色 氣味 和有醫療的效果 我們都是通常用來煮食用 近幾百年 薑黃亞傳播到世界各地 超過了100種品種 我們經常吃的黃薑粉 就是用它的勁布 磨性粉得出來的 根據研究指出 黃薑粉加入了黑胡椒 令黃薑素提升2000% 媽媽買一隻三黃雞 這隻好黃油 看看有沒有更好的 大家看看 這隻白很多 白和黃的分別 當然是買黃油雞 我一定是買黃色的 白白 我是月廚月好 大家好 剛剛見到我去維康買雞 今天買了三黃雞 你看到真的很黃油 這隻 不捨不買 本來不是吃雞 不如今天就做雞 雞其實我就做很多 雞我已經做過 白切雞 鹽焗雞 豉油雞 很多 今天不如跟大家做 黃薑雞 我用黃薑粉做的 當然你可以買黃薑 磨爛它來製作 但是都不夠味道 我可以告訴你 都是要加一些黃薑粉 但是我有黃薑粉 用黃薑粉就已經可以了 因為我這些黃薑粉比較漂亮 不然你去普通雜貨店 一瓶瓶的十多元都有 因為我的朋友 去澳洲 馬來西亞 就不斷買黃薑粉 黑椒 這些給我的 那些味料 所以我經常都做 黃薑雞 黃薑雞其實就很簡單 如果做一隻黃薑雞 我們基本上要一個湯匙的 黃薑粉 我這些是比較漂亮的 如果沒有就 可以買一瓶 買一瓶的十多元 基本上就是 一個茶匙的黑椒 我已經磨了 對了 生抽 生抽大約都要 一個湯匙 加多一點生抽 因為是上色的 OK 最主要的 一定有一點點 糖的味道 才吊起黃薑粉的味道 黃薑粉的味道 就是一個 茶匙就可以了 好了 鹽就最重要了 鹽要是做甚麼的 鹽要來拿走些雪味 雞腥味 和加少許鹹味 否則 只是靠黃薑粉 和黑椒粉 就不夠味道 所以要拿一拿就是鹽了 好 馬上做給大家看 現在就要去 去去的腥味 雪味 和醃一些鹹味 怎樣的呢 剛才這裏一個湯匙的鹽 就倒些下去就可以了 好簡單 醃久一點也不要緊 現在這隻 就算是白切雞也好 豉油雞也好 都是用這個程序 拿一拿裡面的內臟 灑灑菌 去一下雪味 加少許鹹味 雞腥味都沒有了 OK 等它醃15分鐘左右 或者20分鐘左右 就可以處理第二個程序 好了大約醃了20分鐘 拿這隻雞出來 先把雞斬了腳 其實剛才可以先斬了 找鹽拿都可以 現在斬都可以 不要斬那麼長 斬那麼長 雞腿就會退出來 所以斬下去 斬下去的意思就是 雞腳短一點就可以了 一隻短一點的雞腳就可以了 兩隻都斬了 OK 現在有很多鹽的 要沖洗乾淨 先把雞腳短一點 沖洗乾淨一點鹽 最緊要 OK 現在瀝一瀝水 瀝乾水 稍後再醃 大致上雞雞都瀝乾了一陣子 OK啦 瀝乾也不是說十分乾 就可以現在就醃了 這些黃油雞 最緊要買黃油 黃油真的漂亮很多 我們就要用 黑椒 黑椒是很配的 黃薑粉的 黃薑粉的 我們先倒這些黑椒 倒這些黑椒粒 如果你記得不碎的話 黑椒粒 先放在肚子裡 很簡單 黃薑粉 一個湯匙 我們放大半個湯匙 醬油 生抽 一湯匙 半湯匙 要加糖 因為黃薑粉的味道 都是要糖帶動去的 好了 現在先把裡面拌勻 好像剛才用鹽 醃到有味 不然沒有味道就不好吃了 外層就是顏色 內層就是入味 兩者都是 OK的 你知道印度咖喱 很多時候就不只是印度咖喱 黃薑粉為主 但是黃薑粉其實很有益 我拍過了 拍過片也解釋給大家聽了 這兩隻雞腳 放進去 裸裸 讓它又醃了一點味 OK的 好了 外面 最好就放進 雪櫃醃半個小時以上 去蒸 入味一點 不要現在蒸 現在蒸都沒有味道 因為黃薑粉要入肉 蒸出來就很漂亮 OK 現在放進雪櫃裡 雪半個小時或一個小時 去蒸給大家看 黃薑雞 已經醃了一個小時 放進雪櫃 把它拿出來 OK啦 如果有時間醃久一點 我也是趕著吃飯 否則醃一天都可以 沒問題的 因為沒什麼味料的 黃薑粉 還有一點生抽 黑椒 糖 我都沒有放任何味料 用鹽醃過 拿去一些腥味 過來蒸 蒸雞 大火滾水 用大火來蒸 不要蒸 變小火 笑死人了 因為蒸東西要熟 不需要轉火 就這樣放上去就可以了 這個小心點 不要掉我的雞 掉我的雞 嘩 多漂亮 怎麼做這個雞頭 漂亮的 真的不懂 不要緊啦 都可以啦 或者是清清的 清清的 剛才那個雞心 刮了它就放在這裏 無所謂 都掉下來的 OK 那我們可以 掃上一點色 怕一會不夠色 一會打燈就死了 不如現在掃上黃薑粉 放在這裏 真的是真正的 其實用些醬油的生抽 已經很好顏色 OK 這隻雞大約三斤 兩斤半左右 那就要蒸七個字 即是三十五分鐘 三十五分鐘未熟 記住我說 兩斤半至三斤 就要蒸 這個頭要放下去 就要蒸三十五分鐘 接著蒸好了 不要打開蓋 焗它十分鐘 如果 兩斤半以下 都要蒸三十分鐘 焗十分鐘 如果三斤半以上 就要蒸四十五分鐘 焗十分鐘 一路大火就行了 如果你覺得不夠水 你中途沒辦法 就要打開蓋加水 這個好問 OK 三十五分鐘之後就關火了 好 之後再跟大家說 好了 真的蒸了三十五分鐘 現在不要打開蓋 關火就行了 關火 油去焗十分鐘 油去這樣焗十分鐘 十分鐘之後就可以拿出來攤凍 就可以了 好了 黃薑雞真的焗了十分鐘 大家看看 哇 真是黃 看到嗎 黃薑雞 現在黃薑粉在表面 煮到呢 待會就吃這些味道 好正 好香 一定要焗十分鐘 你看水已經 蒸到乾 緊緊 蒸七個字 焗十分鐘 就是這隻兩斤半以上的雞 好 現在拿過來 再跟大家說 哇 好熱 哇 黃薑雞 哇 OK了 哇 熱死我了 這樣蒸的黃薑雞 是很簡單的 因為什麼味料都不太用 其實最主要就是 生抽 黃薑粉 和糖 你看到它表面的黃薑粉 黏了下去 就是好像吃咖喱 但是黃薑是很有益的 加了少少黑椒 因為它很配合這個味道 最主要就是 開頭找鹽 又入了少少味 拿了雞腥味就可以了 攤凍了就可以斬了 有機會 買到漂亮的黃有雞 就做這個黃薑雞 試一下 簡單 不複雜 你也知道 在家吃飯的 幾十元可以做到一隻黃薑雞 真是不錯的 很棒的 告訴大家 這個真的要試試這個 黃薑雞 哇 今晚多好爽 黃薑雞 砍起來多漂亮 原來 很棒的 你看看 黃薑味 有人偷吃說很棒 蠔煲的蠔吃光了 你看多小 蠔煲 蠔粉絲 吃光了蠔絲 金餐晚飯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分享給其他朋友看 多謝大家訂閱 越煮越好 各位老友 我是越煮越好 大家好 今天和太太去了深圳一日遊 玩到黃薑五點鐘 去吃素食的自助餐 兩位的價錢 超乎你的想像 便宜到你不相信 它每一天 只有兩個時段營業 分別是上午的11點 至到1點半 以及下午的5點 去到7點半